雷歐的試鏡 天天都個星 大家好 我是雷歐 今天要來看阿茲特克人最上日本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超級隨機 先來介紹一下紅方式選擇了阿茲特克 阿茲特克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步兵攻擊力非常的高 而且他的村民的支援攜帶量 所有支援都會增加三 所以阿茲特克呢 主要是打一個步兵配上老頭的一個打法 他的老頭每點一個科技都可以增加五點的血量 最後到了帝王時代 這個老頭的血量最高可達95滴血 這也是阿茲後期比較強勢的一點 阿茲特克城堡時代也可以考慮打個老鷹爆 也是非常適合他的 因為阿茲特克這個文明有均勻的工作效率加成 所以爆老鷹的速度會更快一點 所以是相當適合 接下來看一下日本人 那日本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步兵攻擊力速度特別快速 而且魔防呢 跟這個伐木場還有採礦一定 都是半價的價格 所以在一些特殊地圖 需要大量的採礦一定去到處採礦之後 他會有一定的優勢 那日本人呢除了如此之外 也可以打這個強弩 還有這個巨型投資機 都是他比較強勢一點的東西 那奴兵跟馬弓呢也是他可以考慮的 那日本人呢他的巨型投資機 只要點下金冠技術之後 就可以增加33%的攻速加成 那還有這個拆裝的效率 那日本人還有這個 箭塔的部分也是特別強 因為他的大型箭塔可以射出更多的箭矢 那再加上他的這個金冠技術 威力會特別強大 那再用於空圖來說 也是非常厲害的一個能力 好 那我們先稍微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目前看到下方金礦 有兩個 這個金礦數看起來是非常少 這個怎麼開局只有兩撮黃金啊 石頭也兩撮 但野外有這種像附金一點 比較大片的都在野外 這個四片 四顆四顆的 看起來這張地圖 打法會很特別 不能一直龜在家裡打 勢必一定要出去了 挖礦 控署 那目前看到阿茲特克 已經在把家裡給圍了起來 石頭的部分是超級少的 那最近跟各位報告一下 因為我嘴巴喔 最近咬到舌頭 所以最近一直會很有大德斗的感覺 所以大家請多多見諒 我盡量不 嗯 盡量 自...自鎮槍遠 但是講話講到一半喔 嘴巴還是會有點痛 好 那看到兩邊的馬都跑來跑去 右邊是插了一個模仿 直接開始吃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是因為這個馬 是不能去趕路的 所以會比較需要 直接去用模仿來吃路 會比較效率好一點 但剛好日本人 模仿是半價的關係喔 所以到處插模仿 去吃野味的話 其實也很適合日本人 好 日本人決定要來打一個棒棒快攻 那一升到封建時代喔 就可以增加剩3%攻速加成 現在時代是沒有加成的 好 這邊還拉了一隻村民出去 這個是要去塔攻的意思嗎 好 那阿茲特克這裡也是插了一個模仿 直接開始入巡 好 中間補了一個軍銀 好 看到那裝甲步兵 四隻裝甲步兵 哇 砍好快阿 裝甲步兵 不愧是日本 攻擊速度 超級誇張喔 嗚嗚 spo investor 這個太難修了 好 這個箭塔也補下 但是這裡更多村民蓋 這裡只有一層在蓋而已喔 所以不能再繼續蓋了 好 那B對方蓋箭塔也是日本這邊想要的效果 好 所以讓更多村民過來 想要繼續前壓箭塔 這邊 直接在左邊的地方蓋了一個新的箭塔 想要正面突破嗎 好 裝甲步兵傷害非常高 應該是想要拿掉這根防治 被拆掉了 好 日本這時候補下了一級射 還有這特克一級射也補下了 好 這邊看到裝甲步兵沒有控好 直接送掉兩隻三隻 好 直接正面開挖黃金 太狠了 這裡開局黃金就已經夠少了 還挖他的 好 用潛壓之後 在家裡馬上補下了射箭塔 開始要來出毛兵 來防守 這裡不出毛兵防守的話 可能會有點扛不太住 那還好你進為死了 暫時對方進不來 哇 在外面被射掉一村 好 開始可以往左邊繞 好 那阿茲特克這時候農田喔 已經 灑得差不多了 日本這邊農田反而是有點偏少的喔 現在是阿茲特克喔 有經濟上的優勢 當然他這邊投資了那根劍塔 而且也被射掉的關係 所以 現在其實有點小小傷傷的經濟了 因為還要挖石頭 去補下石頭 待會才能蓋城市中心 或是出城堡 那阿茲跟日本武士互打 這兩個文明 剛好是 互 互相克制的 聽說 最後的結果 是阿茲特克的爆武士喔 是可以打贏日本武士的喔 實際上是怎樣 我沒有去實測過 歡迎大家可以 提出你們的想法 個人實測獲獲獲的結果 這樣我是覺得日本武士 更厲害一點 私心認為 攻速極快 而且 剛好爆武士 又是打 又是 步兵單位 又是這個 保兵單位 所以日本武士打保兵 額外增傷 所以兩邊互打情況下 感覺上是 日本武士更厲害一點 攻擊速度 感覺是優於額外增傷的 如果砍一刀 更重要 好 這筆黃金 基本上是挖走了一半 已經價值連城了 可以測了 好 那升到城堡時代的阿茲特克 轉出了一隻爆武士 沒有繼續按 這邊可能是要趕快去 轉出更多的黃金礦 OK 直接在左方 蓋了一個城鎮中心 日本這邊也是 直接往下 遷移 在下方 蓋下新的城鎮中心 想來控制後方的礦區 左邊這邊 奴兵已經升級好了 待會就要入侵日本的領地囉 好 但日本這時候也殺了進去 兩邊直接互相傷害 好 一進去 撞到了城鎮中心 直接被逼退了 上方的中小步兵 加上這步兵的壓制 感覺給阿茲特克這邊 有點壓力囉 好 但爆武士過來 爆武士可以全解這邊的單位 好 這麼想要圍 但可能來不及 痾 這是村民 尷尬了 好 小楊維 但來不及 還是被溜了進去 好 爆武士解掉兩隻裝甲步兵 沒有裝甲步兵的問題 接下來 直接走位就好 那這些戰毛兵長 要趕快打村民阿 因為 是完全打不贏 暴有事的 但打村民很痛阿 哇 這邊村民十張慘重阿 哇 死了十二村阿 太慘了 日本這邊村民樹反而是被保持住了 OK 這裡可以再拿一村嗎 再一發 可惜了 一滴 好 那 日本這邊經濟優勢喔 現在被拉得非常明顯 四三村對上五三村 村民優勢領先十村 日本現在有 強大的 經濟優勢喔 雖然看起來現在兩邊經濟都很慘喔 但其實日本已經開出3TC開農了 阿治特克第三個承認中心喔 現在才補下 經濟來說的話 3TC還是 好一點點 而且剛剛被吐了這麼多的村民 好 右邊的老鷹加上 奴兵 走了過來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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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射掉了兩村 唉唷 離死之前我們把這個圍起來 算是不信眾的大幸 好 兩隻老鷹 開始針對 這邊的戰矛 這邊都是打一個 偏攻兵開局的打法 但攻兵打法的話 阿治特克是打不太贏日本 日本這邊有拇指環的優勢 好 阿治特克要怎麼繼續針對日本這邊進行進攻呢 補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好 日本這時候拉了非常多村民想要前置壓城堡 然後把這邊可能圍成一條線吧 這樣可以安全地守住後方的礦軍 好 左邊看了一個伐木場 這時候補下了二級的步兵鎧甲 還有日本武士的生產 突然要一個急轉日本武士 好 看到老鷹加上暴武士 從左邊偷偷走過來 一邊看到正面有城堡 不想用正面突破 稍微繞過去 好 當然日本這邊也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好 但被抓到囉 村民可能沒有辦法蓋好了 好 日本武士直接衝鋒 好 應該是沒有控好 好 所以直接衝鋒進去了 但還是有砍到一些村民 好 日本武士砍棒武士真的是也蠻痛的 兩邊都是互相傷害 好 日本武士繼續二刀流 但是下面有幾隻的單位喔 跑了進來 日本這邊家裡被稍微小小騷擾到了一下 哇 笨拙老鷹飛了進來 要不要拉一下日本武士回救 OK 日本武士回來了 好 日本武士趕快 追上去 有點難追阿 好 這時候日本轉出了大量的衝車 沒有要上帝王了 沒有要上帝王了 但阿茲特克這邊帝王的時代已經點下 待會可能要看到城堡打帝王了 OK 日本武士直接砍爆了老鷹 好 老鷹鷹有升到英勇武士喔 但這個情況打英勇士 不太合理 原來英勇士打不贏步兵喔 雖然日本武士最老鷹 我記得沒有偶外增傷 但暴勇士雖然可以打步兵 但日本武士打暴勇士又偶外增傷 所以現在可能只能轉 阿茲來說只能轉老頭跟工兵喔 會比較好解一點喔 但這個這麼多衝車 來得及又同時車解掉嗎 好 後面一台衝車直接衝到後方 開頂後面的同時車 提供速度非常快速 正面的衝車快要頂掉前方城堡 後面的衝車雖然爆掉了 但是裡面的日本武士也剎車開打 哇 哇 哇 這邊死了非常多的村民 村民差距已經被打了出來 但是阿茲現在有帝王實在優勢 日本武士這一波衝鋒 看到對方的單位已經全死去 又再次上了車 躲避一下箭矢的傷害 好 這邊開頂 看到左邊衝車被打 左邊的人 日本武士直接下車 幫忙反擊回去 日本武士Rush 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 這個打法有特殊道了 OK 阿茲這邊加強防禦 補下了第二個城堡 後面這邊開始在轉奴賓了 還有投石車 左邊有一坨村民蠢蠢欲動 開始往下走 看到下面有石頭 想要來偷襪一下 好 這些衝車有些殘血了 拉一些村民過來修理一下衝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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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茲雖然他是有強武的文明 但是他並沒有武士環 所以實際上工兵複打的話 日本也是有優勢的 這邊工兵加上勞鷹 稍微把衝車跟日本武士給逼退回去 原來日本武士沒有三級的鎧甲的話 這個板甲技術很容易被工兵給射爆 所以這邊還是要等一下地龍時代 他有可能打得贏 好 這邊工兵撞城堡 數量被消解掉了一些 好 日本直接升級裝甲衝車 還有日本武士的升級 阿茲特克這邊黃金不太夠 左邊突然被衝車給頂掉了 WTF 他哪時候偷頂的啊 我們倒回去看一下 他這個秘密行動室從哪時候開始 哇 很早之前欸 我們在看正面的時候 他在撤退的時候就已經進攻了 他拉了一部分喔 從右邊這邊衝過來 直接直擊這邊的金礦樹村民 然後再拆掉剩下的建築物 這一波打得很漂亮阿 這樣我們再看他在以為 在這個 中國大撤退的時候 沒想到再分了一個分盾喔 左邊偷拆啊 好 看到 日本武士現在還在鹽巴當中 待會阿茲特克可能要 買賣一下喔 把這個時候給賣掉 轉出更多的奴賓喔 或是投石車喔 才有可能擋不住了 好 日本這邊轉出了巨型投石機 但投石車現在要升到中頭 其實是很困難 黃金實在是太少了 而且左邊黃金現在要被控制住 下方只用村民反制著日本武士 但把這些村民拉走 讓這邊經濟很賺 好 投石車三台出來 日本武士升級好了板甲 金瑞也研發好了 三級攻還沒有研發 好 城堡直接開除 還是這裡沒有要等三攻了 直接日本武士上車 往前開頂 好 日本武士又跑到了下方 偷偷進攻 但是下方的村民被砍到 不行人事了 但是城堡掉了 衝車沒有打算要往前 反而是撤退 好 這時候阿茲升級好了中頭 哇靠 中頭補下了 上方的衝車 開始往前進行 衝撞城鎮中心 下方的日本武士 下車開扁 哇 一下車大量村民直接倒地 日本武士的攻擊速度實在太快了 好 這一波繞背戰術有點成功 這邊轉出了攻城塔 這個可能是想要高速往前 然後下車去打中頭 好 這一次的繞背喔 也是相當成功 左邊的村民也沒有辦法繼續安全地挖 這邊想要蓋村民來挖礦 但這邊已經被日本挖完了 工程塔這邊高速 把日本武士放下 來得及進去嗎 哇靠 直接衝進去 哈哈哈哈 日本武士直接到了後方 砍了正面的奴兵 正面的頭子車 也被衝車給撞掉了 後方奴兵死了一盤 日魔士衝鋒大成功 這時候阿茲特克搭出了聚聚 哇 這個日本武士好秀啊 衝車加上攻城塔 這個打法非常犀利 上次我們看到 指輔兵的 指輔兵硬攻城塔 也是這位玩家打出來的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呢 是由這個阿茲拿下木頭的勝利 十五是日本 黃金也是日本 石頭則是阿茲 阿茲這邊挖了太多石頭 已經有點傷到經濟了 但 他不挖到石頭的話 感覺會崩得更快一點 沒有想到最後 壓倒駱駝追跟稻草的 是攻城塔 而不是衝車啊 然後直接衝進去 吳三櫃開門 然後 直接在奴兵前面 放下所有的日本武士 砍爆所有的奴兵之後 就沒有後患了 那後續沒有更多黃金了 沒有辦法產出更多奴兵 就只能打出GG了 而且後面這一坨 冰也是不好解 雖然頭石車回去解解 也差不多了 但是正面爆掉 然後右邊這邊也蓋不起來 然後 看到後面可能也會很絕望吧 這麼多水門這樣挖黃金 也只能打出GG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 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 掰掰